今天就帶大家去試著佐敦一間以三星級來說 房間算是普大間酒店 這間酒店就是彩虹酒店 酒店是位於西貢街呂北格里 距離佐敦地鐵站只是3分鐘路程 雖然這麼近地鐵站 不過由於衛署橫街 酒店附近是超正 私隱度挺高下 另外酒店近來是可以給客人自行任選 24小時內的Chain in Child時間 適合我這些喜歡睡到硬一硬的人 可以遲些才Chain in Child 不過我提提大家 這個措施只是去到月尾 我是透過旅遊網站來預訂的 連稅之後價錢是288元 聽起來不算便宜 不過入到房間之後就會知道為什麼 當然這裡的房間以三星級酒店來說算是很大間 看回酒店官網的資料是有差不多200呎 因此床邊是有頗多空位 不像其他同級酒店一樣 可能連個行李箱都不夠位開 這裡的衛生我就覺得是做得很仔細 就連窗台邊這些其他酒店 通常都會忽視的位置都是抹得很乾淨 真是做到一塵不染 給我一種安心的感覺 另外這間酒店雖然是2013年開業 不過保養得超好 裝修仍然是超新正 完全不像有整七年歷史 甚至像是開了沒多久 裝修是以白色做主調 令到整間房看上來更加光亮乾淨寬落 電視泵牆真是由左線黃色 感覺上比較有活力 不會露土 三星級酒店房間設備當然不可以期望太多 只能有些基本東西 包括開放式衣櫃 甘慢仔 積氣拖鞋 雪櫃仔 窗戶那邊有張超大張的桌 mini包本身只有兩包茶包 想要資裝水的話 其實是可以問前台拿的 電視就只有免費台 床頭櫃上面雖然沒有USB位 不過左右兩邊都貴有兩個插數位 而其實整間房間是有十幾個插數位 適合像我這些出門會帶很多電子東西的人 充電就不用怕不夠位了 床上有兩對不同軟硬度的枕頭 而床褥我就覺得是屬於偏硬一點 另外我挺喜歡床頭盞射燈仔 可以用來當夜燈解決了三星酒店 通常沒有夜燈的問題 浴室同樣都算闊落 棋缸不細 肥一點都夠位轉身 牆上掛了二合一的洗頭水沐浴露 質量都叫做過得去 預先放定在房間的梳洗用品 就只有牙刷和浴帽 想要這個表上面的東西 就可以再問前台拿了 我房間是面向旅拔改一邊 加上樓層比較高 所以看出去的景是很開揚 看到紅黑一帶 始終這裡只是一間三星級酒店 公用設施就只有一樓有間餐廳 還有地牢有個買外國的超級市場 當然也有買點飲品 不過這間店就只開到晚上八點 而酒店可能都自知沒什麼設施 所以就和附近的商戶餐廳合作 憑房卡消費就會有優惠 當中包括洗衣服甚至是藥妝店 另外近來都記得我朋友仔 想知道酒店可不可以月租 而這間我就在大堂道 見到是8888元 如果覺得價錢合理的話 就可以自行聯絡酒店查詢了 好了今集集來到這裡 如果想看我以往試住過的 其他香港酒店的影片的話 就可以按右上角的i字 我們下一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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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